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爱威徐讲座 我会在讲座分享我的大学故事 讲座内容是一镜到底,都是我的真实感受 我是张子民,我的讲座有三个卖点 第一个卖点我想跟大家说 虽然读物理治疗系不是成为一位医师 但也可以发挥救人的能力 第二个卖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物理治疗时期都在做什么事情 第三个卖点我想跟大家说 我在学校实验室发现了物理治疗 有别于传统附件的不同影响力 这是我的讲座目录 我会带大家先了解我的成长历程 再带大家认识我的学校跟科系 我会分享我的修课经验跟参加课外活动的历程 我也会额外分享我实习跟实验室都在做什么事情 最后跟大家分享我的选科系的一些看法 影片下方都有特定章节的章节纽 如果对上面的哪些章节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点选章节纽做观看 我是目前就读实验大学物理治疗学系硕士班的学生 我是嘉义铺子人 在大学以前我都没有离开过嘉义做求学 我都跟我大学朋友聊说 假如他们未来来扑子 不知道要去哪里吃早餐的话 可以选择来我家吃早餐 因为我家是市区当中的其中一间早餐店 我就跟他们骄傲的分享说 我自己很幸福 在高中上学都可以带着家里的爱心早餐过去吃 但我也实际上跟他们聊说 我爸爸妈妈经营早餐县是多么的辛苦 我跟他们分享说 我爸爸妈妈平常都是清晨四五点起来备料 而且我们家没有特别请员工 都是我爸爸妈妈一手包办店里的事物 而且我们一年365天都没有休息 你过年农历期间也不用担心 我们家没有开门卖早餐 都可以来我们家买早餐吃 但我跟我妹妹是家里为二的两个小孩 我们都很清楚把妈妈非常的辛苦 为了减轻他们的压力 平时我们上课之外也会选择在家里帮忙做生意 不过这样相对会牺牲掉我们很多周末的时间 不过我们都很喜欢那份 都很享受那份全家共同一天生意 共同奋斗一天生意之后的那份成就感 在平日上课假日做生意的模式下 我跟我妹妹还是有额外花时间学习才艺的 我的话我第一个学习的才艺是钢琴 它帮我打下了很扎实的乐理基础 有助于我后续升学学丁提琴跟打击乐 和其他乐器都可以很得心应手 我们家早餐都主要是贩卖荤食为主 不过我非常害怕在吃鸡腿的时候看到连皮带骨的那种画面 而且我真的不能接受海鲜的那个味道 在这样为了撇除未来的这样的困扰 我决定小五开始不吃肉改吃素 在做生意的环境下 时常都有机会认识到不同的人事物 我妈妈因此在这个条件下认识到了一位师姑 师姑时常跟我妈妈分享着吃鸡都在做什么事情 师姑时常跟妈妈说 吃鸡其实帮助别人都不会计较利益 也不会计较助人到底 那个也不会计较助人到底多困难 只要对方有困难 知道他的需求在哪里 都会一不容辞的过去帮助他 而且师姑也跟妈妈说 慈忌大部分人员都是做志工 他们没有零薪水 都是把握自己的空档来做好事 我妈妈很感动 最后她也是决定参加了慈忌当委员 我时常可以看到妈妈 穿着蓝衣白裤 走在各社区 跟着师姑师母一起做好事 那也是因为妈妈时常积极的参加活动 可以让我进去了解慈忌 他们帮助别人都在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当地的护理之家 师姑师伯都有进去里面带团康 不过这团康的活动都是在早上 比较多 我妈妈就很难有机会去参加 因为毕竟还要顾及家里的生意 但她有一天问我说 诶 子明你有没有要跟师姑师伯一起进护理之家带团康呢 我当时没有想太多 就答应我妈妈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也带我妹妹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跟我妹妹都有学过音乐 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透过音乐表演来表演一些民谣歌曲 台语老歌当作是团康的一个活动之一 那但是我们就是要额外花时间练琴就是了 我们实际上会偷抱怨说 天哪 我们要花时间练琴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过到最后还是会尽责的把曲子练完 跟着师姑师伯一起去表演 我很印象深刻有一次来到这间护理之家 我跟我妹妹表演望春风 当时的想法是说 我们赶快上台拉完曲子 下台就可以休息了 但是意外在那次的表演过程发现到 诶 有爷爷奶奶跟着我们一起唱歌 我很惊讶 其实平常的努力是有符合爷爷奶奶的期待的 那我也发现到 原来我自己可以透过服务这样能力 来带给他人快乐 我其实是可以 我其实是有能力做服务的 最后我就持续了两到三年 跟着实际的师姑师伯 一直用音乐来带团康 我也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 我未来想要成为一位利他的人 帮助我身旁的所有朋友 但是我发 随我年龄 随着我的年纪增长 我发现到其实音乐 好像不是万能丹 他只能带给别人短暂快乐 真的要 真的要让病人 真的要让他人没有烦恼的话 你必须深入了解他的问题核心 跟除到这个问题才有办法 让对方再次展开笑容 那至于要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可能不是音乐自己可以达成的 需要特别额外做学习 那至于学习什么能力 至于选择学习什么能力 而是我后面 跟我后面的故事有关系 到国小高年级的时候 我全身开始长麻疹 麻疹让我的身体充满着红斑 而且也让我非常的很痒 我时常都会忍不住 在上课的时候 在抓养 像样子就像一只猴子一样 那同学看到我这样抓养的奇怪的动作 开始用异样眼光看待我 第一时间我跟我妈妈 我妈带我去皮肤科拿药 希望透过药物可以降低我养的这个困扰 不过吃了三年 西药一直压制不下来 我也开始很担心说 西药这个药物会不会带给我身体负担 最后妈妈带我去中医拿中药 才获得缓解 从这个经验 我了解到其实 医疗的助人的 医疗这样治病的能力 或许就是我 或许可以 是我当初向往的那份助人的能力 因为我感受到说 如果医生真的了解这个病 了解了相对应的药物 可以有哪一些 给予病人药物后 就可以帮助病人脱离病苦的折磨 所以我最后决定 未来我可以成为医师来 成就我的梦想 我也 获得我爸妈知识 我爸妈知道说 医师的收入稳定 如果真的成为一个医师的话 未来就可以养活自己 于是我国中高中非常努力的读书 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很聪明 但我可以花时间读书 不管是学校读 还是去补习班读 只要勤能补着 就一定有希望 未来在大学的时候 可以考上医学系 但事实证明 学生曾经出来之后 我成绩没有办法填任何一间医学系 那我那时候很慌张 我那时候的认知对于医疗的专业 就是局限在医师跟护理师的这两个项目上 那这样我就必须选择第二个 就是护理师的这个专业 我最后有填这个志愿 个人申请放榜后也是得到证取 但是考量到护理师未来 一定可能会有轮班的问题 可能会轮到大业班这种 作息颠倒的状况 我很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在志愿放榜后证取 我也没有过去就读 我反而是选择了我当时候 第二个志愿也就是物以治愿这个志愿 其实我选择之间的当下 没有很熟悉这个专业 但我透过Google搜寻发现说 物以治愿不用开刀打针 也不用给药 就可以帮助病人 哇塞 这个能力也太酷了吧 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了 这样的科系去就读 我就是抱持一个学习新的专业的能力 希望说成为当初那份想要 根除病人烦恼的那个能力 就是这样的专业 所以我最后来到慈离大学读物以治愿学系 很开心自己最后四年成功毕业 也应届考上了物以治愿师执照 也是从大学的期间 开始在我心中塑造出什么是物以治愿师 我觉得一位物以治愿师 有着专业的治疗技术外 他也必须兼具有学术研究能力 因此我现在就是直升研究所 希望透过研究来达成我的那个目标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学校 慈离大学 其实老实说在会选择慈离大学 是因为当初我学生成绩 如果要读物以治愿系的话 就只有慈离大学可以选择 我就因此因而机会下来到花莲读书 不过我当时很好奇 慈离办的学校到底跟其他学校差在哪里 那经过我大学的这段的探索 我发现到慈离大学 它是个理性跟感性融合在一起的学校 我发现到学校老师都是以利他 利益大众的出发点 授予我们专业课程的知识 那他们的身教当中我也发现到 包含着很多的知足感 善与包容这些面向的人文素养 我也发现到说 学校的环境平时充满着学生上课的一些声音 但到假日我也发现到 很多周围的社区民众会带来小孩一起来 学校踏青 我发现到学校其实也是个 慈离大学也是个公园学校 慈离大学目前有五到六只的校狗 平时是充担着我们全校师生 全校师生抒发心情的宠物 但是这也无形中告诉我们 他无形中也在跟我们上生命教育课 让我们学习怎么与天地万物共生习 那我本身是吃素的 在大学以前 我都很害怕出外用餐 因为我都必须很刻意在意自己的餐点 有没有漏这件事情 但我来到慈禧大学我非常自在 因为学校餐厅都是素的 一定不会有这个困扰 我也是来慈禧大学后 身旁多了很多原住民同学 在社团多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朋友 我甚至也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 他们自己还组了一个 关宣属于自己信仰的社团 讨论着他们对于信仰的一些看法 我深刻体验到什么是多元文化共存的感觉 慈离大学目前有四个学院 住在两个校区 分别是在学校的左上角 慈禧的接人校区 还有右下角的慈离大学校本部 两个校区之间都有接驳车做接送 那既然校区有慈禧大学的人文社会学院 国际及跨领域学院 校本部的话有医学院跟教育传播学院 这些学院下面都有自己的大学科系 以及研究所 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因为慈禧大学在113学年度 会跟慈禧科技大学并校 未来就会有新的校区跟科系 到时候大家可以多做关注 慈禧大学有很多的助学资源 跟学生关怀的机制 在学校图书馆 它有与各地的慈禧医院 跟慈禧学校资源共享 举例来说 假如你在学校图书馆找不到 你想借的书籍 你有机会可以到慈禧科技大学 或是大领慈禧医院做搜寻 假如说他们那边的图书馆 有你想要借阅书籍的话 你可以通过学校的图书馆网站去做订阅 学校就会从两个地方分别调书 过来慈禧大学图书馆 你就可以过去图书馆做领取 那慈禧大学目前有75间的姐妹像 分别 大多数都是在美洲跟亚洲的 这些国家理念 但欧洲跟大洋洲甚至非洲 还是有一些姐妹校可以 让你有交换学生的一个机会 慈禧大学有很多的奖助学金 提供给一般学生 弱势生甚至是外籍生 都有机会申请 都有申请 那从学校的官网 你可以发现 学校不同处是有属于自己 负责学生 负责申请的一个项目 我自己的话有申请过书卷奖 那它是每个学期都有给 成绩前三名的同学 奖助学金的部分 那以我当时大一大二的经验 第一名是五千元 第二名是三千元 第三名是两千元 但实际还是要看每年 预算的核定去做更动 那学校对于海外实际交流 有补助机票钱 那学生额外自主学义计划 也会有相关申请的补助项目 我本身有自己申请过 学校的自主学义计划 后续的经验 也会在课外活动的章节做分享 我本身是五年一贯的学生 顾名思义就是学校提供给学生 读五年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 跟大学学位的一个管道 只要在学生额外 只要学生在额外大学空档 上修硕士班的课程 未来进入硕士班 就有机会做学分底面 申请管道其实不复杂 你只要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 填写申请表 附上自赚跟一年成绩单 你就可以跟系上的硕士班提出申请 如果你进入了硕士班 学校还有额外的 学校就会有学查面减免的福利 额外还有成绩优免的奖学金可以申请 听到这边 大家可能可以知道说 实际大学有很多 关于成绩相关的奖学金 那成绩相关的奖学金 也会迫使同学们 非常努力认真读书 不过相对于 这样读书压力也蛮大的 对于学生想要疏解读书压力的话 学校有一个 持诚意德会的一个管道 持诚意德会的爸爸妈妈都很乐于 倾听陪伴 学生们度过读书压力这个过程 虽然我们称他们是爸爸和妈妈 但他们其实是来自于全台各地的慈禧志工 他们发心想要用自身的故事 让学生在可能生活过程迷茫的时候 给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 让他们脱离这个样的困惑跟困难 那我们持读书压力会的爸爸妈妈固定会陪伴一个班级大学四年 那他们每个月都会定期回到学校跟我们聚餐 同学们就会可以借这个聚餐的机会 聊聊他们自己的读书压力之外 也有一些生活的烦恼都可以趁这个时候做交流 我们班很特别 我们班有一个义德爸爸是骨科医师 有一个义德妈妈是物理治疗师 所以我们会在聚餐的过程都会趁机 跟他们请教未来之涯可以怎么规划 我会接下来要分享我在花莲的一些生活事情 我基本上很依赖学校的餐厅 学校有两间餐厅可以让我做选择 第一间就是琼琳书院 琼琳书院它周一到周五都有提供早午餐 额外学校有活动的话 也可以跟他们购买精致餐盒 它同时也建计了我们学校的书局的一个角色 我平常很常去学校同心园餐厅 同心园餐厅周一到周五都有营业 提供早午晚三餐的服务 而且很特别的是 它是一个自助餐的一个模式 你基本上只要吃得完 你份量是可以自己去衡量 自己去做打餐的 那学生用学生证处置的话 早餐只要15元 午餐晚餐只要25元就可以解决 是个很经济私会的一个地方 那学餐吃久了还是会腻 我还是会跟我朋友出去学校外面用餐 东大门夜市市场是我们时常过去逛的一个地方 里面有400多个摊位 全年都无休 你随时去逛都可以发现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学校也有很多特约商店 基本上学生凭着学生证就可以享受相关的价格优惠 十一大学是有一套专属于学生的制服 但有别于高中规定每天都要穿制服上学 十一大学没有规定一定上课要穿制服 就如同画面上看到的八成的同学在平常上课都穿便服 反而是特定的典礼或是全身受奖的情况下才会规定 学生要穿制服去参与 学校有一套休闲服他没有规定什么时候要穿 对于我而言休闲服它是一个平日穿搭的选择之一 十一大学的宿舍可以让我们大学住到毕业 让我们学生住到毕业 那它是一个四人房为单位的一个宿舍 新生进去住第一学年只能住四人房 但是你大二开始你可以有机会申请两人房或一人房 两人房一人房还是在四人房的空间内 但学校只会安排两个人或一个人居住 相关的价格以学校生服组的公告为主 平时我在学校宿舍的房间活动外 我也会额外使用教育厅与家人视讯 或者是熬夜想要奋斗期中考期末考的话 我会选择来到自习室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就读书 学校宿舍是有门禁的 不过如果真的有个人因素没办法配合门禁的话 可以跟学校的生服组做申请 申请过后宿舍就会通融你在门禁的期间进出宿舍 来到花莲读书交通方式的话 我会建议要有机车 毕竟在花莲 你想要我们平常生活所需的 生活所需的地方都蛮有距离的 不管你要去实习 实习啊出游啊打工啊 我觉得要有机车会比较方便 那你如果真的像我一样没办法在花莲读书有机车的话 你可以多关注学校二手脚踏车 在花莲305号公车是有开进知义校园的 假如去市区的话你可以利用305号公车搭乘 它也是一个可以去市区的交通选择之一 那你假如跟我一样不想宅在宿舍的话 学校有体育馆 内部有游泳池 网球场还有健身房 可以让你做运动 而且如果想要跑步的话 因为体育馆旁边就是一个 有美丽风景的操场 可以让你运动同时享受风景 如果不是属于运动流派的话 平时活动 平时在图书馆外面的中庭也有一些活动 不定期有社团表演跟戏学会的一些活动 可以关注学校的校务行政系统 得知最新的活动资讯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科系 前面有提到说 我是被物理治疗的治疗行为吸引 所以选择来到这里读书 但我也发现到就读高中三类组的我来说 我一直很痴迷于人体构造 而且从小在生意的环境上长大 我发现我自己还蛮喜欢跟人聊天互动的 于是我就来到了花莲跟其他同学相伴 那我们班男女比例大概1比1 除了有台湾的学生之外 还有马来西亚、印尼、澳门甚至是法国的同学一起跟我们学习 我觉得物理治疗 学物理治疗其实就像是一个学习怎么当名侦探格南的感觉 只是我们熟悉的是人体的一些动作逻辑 我们也必须透过推理来找到问题的核心 最后给予上的治疗 通常以台湾目前的物理治疗的模式就像是这个流程图 病人在可能打扫家里的时候闪到腰 他抱着疼痛来到医院看复健科 复健科医师开一个诊断之后就会转接病人到物理治疗这边做复健 相对于相较于腹健科医师跟物理治疗师来看 我们共同可以做一些动作的评估检查 就是所谓的理学检查 不过腹健科医师额外可以透过影像 比如说X光或是MRI来下诊断说你发生什么事情 最后再根据你的状况 转接你到物理治疗这边做复健以外还可以额外开药跟打针 那转接到物理治疗这边的话 物理治疗师也透过热敷电疗机器牵引 甚至是拉近运动来解决你的症状 我们物理治疗师会非常强调功能的维持 功能指的是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运动跟活动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包含着坐站走这些面向 都是所谓的我们强调功能的面向 那学习物理治疗会主动在有四个领域 分别是骨壳神经心肺儿童 那疾病就会我们这些领域所牵涉到的疾病 通常除了有一些自己的症状外 额外也会影响到我们功能表现 限制了我们功能的进行 也就是所谓的失能的情况 那我们学习这些领域就是要 了解他们失能的情况 了解相对应的治疗理论跟附件的策略 比如说你可能有身旁朋友因为背痛不敢弯腰 或是有十字韧带重建过后 运动的过程还是会觉得膝盖酸痛 这个就是骨壳物理治疗可以处理的地方 那假如有脑中风或是结症损伤过后的个案 他没办法在生活中做出一些事情 神经物理治疗可以帮他们做一些失能后的附件 假如有脑性麻病或是一些经疾病的孩童 他们动作发展比较迟缓的话 儿童物理治疗可以协助他们的动作发展跟上 那相关心肌梗色后的病人或是肺炎后的病人 日常生活的目标条件达成不到 心肺物理治疗就可以帮助他们做恢复 现在有一个很新的一个物理治疗专科 就是床边物理治疗 他们开始在让病人住院期间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些床边运动减少他们卧床的可能 卧床时间的减少 让他们卧床时间的减少 虽然说分了这么多专科的物理治疗 但他们共同都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如这个流程表所整理的 我们一开始要透过物理诊来了解病人的问题 也透过相对应的评估做问题的量化 最后再根据问诊道的资讯跟评估量化的结果 结论出一个核心问题 与病人讨论出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后 共同设立自己的目标 再根据目标给予适当的治疗 当然不免除了还是要 回来第二次的评估 确认你是否达成你一开始设议的目标 评估结果万一达成不到的话 就还是要分析出新的问题 做出新的治疗 就如同这个流程表 形成一个循环 听到这边大家可能觉得物理治疗 是不是只要学习操作仪器 就可以成为物理治疗师呢 因为可能平常医院 常常看到物理治疗师开关仪器 就可以帮助病人做肤检 但我们学习养成上 总共有Fa3n这以上五个治疗的手段 仪器治疗是我们第一个治疗手段 就是牵涉到电疗热敷 水疗机器牵引这些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仪器的帮忙减轻症状 让受伤组织可以得以恢复 出手治疗是我们第二个治疗手段 我们希望可以加成仪器治疗的效果 达到更大的组织修复 你可能有听过皮拉提斯或残楼这些运动 这些就是属于物理治疗师的运动治疗的手段 希望透过运动可以减少病人受伤的动作模式 我们也有第四个治疗手段就是功能训练 顾名思义就是将病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功能 融入到他们的复健活动 希望可以提到他们的动作表现 预防在持受伤 假如前面四个手段真的没办法帮助 病人功能维持的话 我们就会透过辅具的协助 弥补这个缺陷 一样是希望维持个案的功能生活 那听到这边大家可能就有第二个疑问 我平常在医院都看到职能治疗都在做手 物理治疗有做手也有做脚 但做脚还是比较多 那到底是不是只要学会 只要治疗脚的话 就可以成为一个物理治疗师 以我是以实习的经验来说 我们手脚都很等比例的需要去顾及到 而且我实际整理了一下 我发现我实习总共写了三份肩膀问题相关的病例 我也不会比我脚相关的病例还要少 所以我觉得物理治疗手脚都一定要兼顾 那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都是个很强调功能 附件的一个专业 只是我们治疗的面向不一样 以这根流程图来跟大家比较一下 一个动作养成熟悉之后 它会间接形成功能 进一步再融合这个个案 在社会角色以及环境需求 形成自己的个人的职能 举个例子 以一个国小二年级的脑性麻病孩头 他自己在学校的教室是在二楼 所以他必须他当他熟悉使用怀祖符 去穿搭走路之后 他就可以适应到学校的一些平面斜坡的楼梯 甚至是爬楼梯的状况 他就可以最后达到他生活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从学校校门口走到二楼去做上课 但今天他跟你说 诶 我没办法平常从学校校门口到二楼的教室 如果以物理治疗师的观点来看 我们会回到根本的动作去做复健 让他功能上得以进步 最后顺理成章 我们期待可以帮助到他职能的发展 那如果以职能治疗师来看的话 职能治疗师会根据这个个案的心理状况 一些生理的缺陷 以及他的一些本身脑性麻病的问题 而去分析说 他的基础功能有会有哪些面向 正确在这些面向去做复能之后 进一步期待他职能上的发展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物理治疗系的四年的课程有哪一些 我们大概一开始 主要是认识物理治疗这个专业 我们课程包含着大学生的基础师是 顾及的普通生物学或是 物理治疗 普通物理学的这些课程之外 还会有额外的专业知识导论 比如说 那个比如说 那个大体解剖的课程 还有专业规范的课程 比如说物理治疗行政管理学的课程 那刚刚提到的 大体解剖 也就是人体解剖学的话 它是一个很强调 人体构造学习的课程 相关课程细节的分享 我会在这堂毕章的章节做整理 那物理治疗行政管理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物理治疗司法的内容 物理治疗司法总共有60条法则 上面整理的是身为物理治疗师必须清楚了解的一些法条 我们必须了解到自己业务执行的前提 法条告诉我们 如果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话 必须要有医师的诊断才可以做执行 那假如未来想要成立一间物理治疗所 你申请的话 申请前必须要在卫福部指定的机构服务两年以上之后才可以申请 其实物理治疗司的执照 每六年必须做更新 那在这六年的期间也必须要累积到一定的继续教育点之后才可以得以更新 我们学校也有一堂选修课就是物理治疗治疗规划课 它安排系上所有老师在这个学期内分享自己出国留学的经验 还有对于治疗规划一些看法 那我也是以在这堂上课听到一位老师的分享后决定大二开始加入实验室 那关于后续的一些原因跟做什么事情会在实验室的 参加实验室甘古台的这个章节做分享 到了大二我们课程开始教我们理论跟知识 教我们理论知识和一些评估工具 理论知识的话涉及到生理学啊机动学的课程 评估工具的话 很重要的堂课就是操作治疗学 生理学顾及了所有顾及了很多身体的构造的运作 包含了循环系统啊肾脏内分泌啊肌肉这些都要去做学习 而机动学的话会比较集中在肌肉动作的这个部分 开始教我们探索动作的组成 那关于这堂课的细节也会在这堂壁上做分享 学习过生理学的机动学让我 深刻体验到什么是一杀一事件 因为一条肌肉的时候所背后牵扯到很大的一个理论 讯号传递还有一些路径都是我们要做学习的地方 那操作治疗学的话 它是一个治疗技术很基础的一个学习的课程 从这个课程我们必须深刻了解 人组织跟义组织摸起来 操作起来到底差别在哪里 这样这个感受其实非常的细微 你在学校上课第一时间都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所以老师上完课之后同学们还是 还是必须在约办在宿舍啊练习 或者是来到系上的教室借治疗床做练习 目的就是要很努力的去感受这个细微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听到这边大家可能会好奇说 诶那物理治疗跟传统整副推拿都是在出手做一些按摩啊 那到底差在哪里呢 假如说以证照的面向来看的话 物理治疗领取的是卫福部合法的专业医师人员证照 也就是物理治疗它是属于一个医疗行为 那传统附件推拿它其实不是个医疗行为 它是因为它是牵扯到 他们是领取的是劳动部的 医师人员技术检定的一个证照 这是他们的差别 到大三我们开始套路前面提到四个领域的专科去做学习 我们专科学习会分四堂课程 会分四个领域做相对应的课程 而我们实际大学还着重的是科学素养的相关的养成 所以会有额外像是实证物理治疗学 或是问题导向学习PBL的这样的课程专项 专科物理治疗学四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堂课 也就是总共会有四堂课的学习 我们从课程当中学习各项疾病的物理治疗策略 治疗理论 那问题导向学习的话 它是跳脱于传统的课本授课 它会开始用教案的方式 让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去学习相关的逻辑推理 那详细细节的分享会在这堂壁上的章节做整理 那实证物理治疗学它是一个让我们开始学习搜寻文献 尝试学习如何提临床问题的课程 临床问题的课程 临床问题的发想 其实可以看这个例子 因为女性上班族她可能一个月内都没办法举手到180度 都只能举到90度 而且手也不能背到后背 那她来到了复健科医师这边 医师诊断了她有五时间 而且额外发现她有一些关节囊周围几件概化的情况 那这时候临床问题可能是在于 那我要希望透过医疗介入可以让我恢复举手这个功能 那我可以选择两个面向 有两个面向可以让我做选择 那第二个是医生打针 注射内固醇的话 她也是可以减轻关心疗的发炎跟止痛 那到底哪一个治疗项目会比较可以帮助我恢复呢 这个没有特别的标准答案 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疗效 但还是要回到病人本身的身体条件啊 还是要就是回到他的工作的要求 来决定说哪个项目会比较好她 那关于各自治疗的 各自的治疗的效益多大 这个就是我们实证物理治疗学要搜寻文献后去佐证 那对于科学资料佐证跟 有没有符合个案需求的这个条件 就是我们实证物理治疗学要去做学习怎么做match的一个地方 前面都是讲到大一道大三海学校课程 那我们到大四 开始要有三十六周的实习 那实习 基本上不是只局限在实际医院体系 实际体系的医院 非实际体系的医院也可以做选择 相关后续的规则跟我的经验分享会在实习的章节做跟大家做整理 那实习三十六周实习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要做专题讨论 专题讨论是指我们一位同学必须要阅读至少十篇的参考文献 做出一份文献回顾报告 以我当时候的例子 我是针对极度损伤病人做到瞻的训练效益 当作是我的专题讨论主题 那专题讨论结束后 我们同学必须面对就是毕业会考的地方 等到考完毕业会考 就是算是真正达到毕业门槛可以领到毕业征书 毕业之后面临的就是国家考试 毕业会考它是系上蛮贴心的 就是提供给同学有一个国考模拟考的机会 那真正的国家考试有别于医生的 养成要考两次国考 我们物理治疗只要考一次就可以拿到执照 考试的方式 形式大概就是一天有六个科目的方式进行 考试科目的形式是单选题 选择题 那它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它有专科跟非专科 共同组成六个科目 专科的话 它的及格标准必须在各科达到六十分以上才算及格 非专业科目的话 它的及格标准比较特别 它是非专业科目跟专业科目的分数 平均达六十分以上之后才算非专业科目的及格 两个条件都有达到才可以正式通过国家考试拿到执照 国家考试拿到执照后就算是一位合格物理治疗师了 不过后续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属于物理治疗的PGA是做什么事情 那物理治疗PGA它是一个训练课程 它的对象是在物理治疗系或是研究所毕业的学生 那同时已经有领到物理治疗证书了 那课程包含着就是两年的阶段有两个类别的科目 基础课程希望带给物理治疗师一些专业伦理啊 实证的概念还有创传业合作的一些的核心理念 那核心课程它也是不外乎着重在肌肉神经的实物训练上 那也很强调的是在门诊病房的心肺腹肌训练 还有针对儿童老人社区的尝照实物训练 但这些训练都是额外的训练经历 没有说一定要残之参加 这还是要回到假如你未来想要的 想要投履历的医院或是诊所 他有开这个条件的话 额外再去接受这个训练就可以了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物理治疗系的一些资源 我们系上有属于自己的奖学金 也就是光华奖学金 它也是一个看成绩科目 看成绩表现的一个资源的奖学金 希望就是借这个奖学金 让大家可以有读书的动力 奖学金一个学年只有一次 它一次一名还有五千块的奖学金 那每年不会超过六个 系上的团体的话 有学校有我们系上的系学会 它有一功能做很多分组 也有包办了很多系上的例行性活动 以我当时候大一参加美宣部的经验来看 我觉得系学会带给很大的潜能激发 就像照片上的呈现 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因为要布置西脸慌的舞台 我竟然完成了四分之一的布置 这是我当时意想不到的一个 当时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那系上也有一个物理治疗小站 提供全校师征服务 那也让我们大三同学可以见习 在物理治疗小站我们不断的练习 怎么从问诊评估治疗这个流程自己做 所以它不断的算是让我们练习 独立操作流程的一个地方 系上也有一个运动防护社 接下了学校跟学校外面的场边防护的活动 那场边防护的活动就是我们学生要走到 平常那个运动比赛的旁边观察他们 预备他们受伤的时候给予适当的物理治疗 那这也是让我们可以第一线接触不同运动项目 那去做连结他们可能的受伤情况 算是一个对我来说算是很多经验值累积的一个地方 可惜我那时候没有很积极参加社课 就很少有可以出队的一个机会 相对于我其他同学他们很积极参加社课 就是很多赛事都可以有资格参加 他就会时常跟我分享他对于不同运动类别的处理的一个经验 系上的学生也可以跟学校的医学系的同学一起参加 看见今天志工服务 他是一个走入花莲偏乡小学增强 希望带给孩童一些保健知识的一个服务平台 那从这样的参与这样的服务当中 时常可以有机会跟医学系的同学一起授课 那实际做服务的时候也会有很多 与小孩互动的一个机会累积 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软实力的真能的地方 系上的老师很多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就会他们自己本身都有相对应的实验室 依我的话我目前参加的是 生物力学及人体动作控制实验室 这想跟大家说其实来读 物理知道也是可以做实验的哦 但实验但老师不会强制说一定大学期间要参加实验室 他算是一个我们从学可以课外延伸学习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读物理治疗可以带给我很多软实力的真能 像是我们从课堂当中一直不断的在做独立思考这件事情 他希望我们所做的评估分析都要支持内心的假设 他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病人的失能不是只有物理治疗师 是可以一手包办处理的 因为他牵扯到很多用药的问题心理的问题 伤口的问题还有病人营养的问题都会是影响病人失能的状况 这个时候就是要很多专业跨团队合作才可以去完成的 那我自己觉得读物理知道系的学生有四个特质 第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平常上课都是用英文授课 因为学校的教科书都是英文 而且我们要时常去复习去理解解剖构造 所以我觉得我同学都很不排斥英文跟生物这两个科目 我同学也很喜欢动手实做练习操作技术 毕竟我们手感都是透过工作累积练习出来的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动手操作练习技术 那我也发现我同学跟我一样都很喜欢语言互动 他们都很不管在各类的职工服务啊或者是 或是一些联谊社团上面都很喜欢跟别人交朋友 那我发现我同学如果高中有一些运动习惯的话 到大学还是会持续 那如果在高中之前没有特别会什么运动的话 到大学期间都会借由系上的一些体育社体育队 比如说系语啊系上语球队啊篮球队啊或是校队 来学习一项运动习惯 那这也呼应着我们其实给予物理给予运动治疗的时候 还是要希望可以亲身体验过这个运动的感受 让我们可以调整出属于病人客制化的一个运动治疗 讲到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物理治疗师的一些出路 如果你要在医院当物理治疗 就会在刚刚提到的这些专客下面做服务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走出医院的话 也是有四个领域可以让你做专业能力的发挥 比如说来到自费市场你可以开物理治疗所 来到经济体育你可以当随队治疗师 进入长期照护的系统你可以做居家赋能 那留在学校的话你可以选择做教职员 各类的领域当中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薪水的比例 可以当作是你做未来出路的一个参考 但是如果我的话跳脱出薪水的考量 我还是希望可以回到我一开始助人的初衷 就是我想要第一线的接触病人 这样我未来是想要在医院做物理治疗师 接下来这堂课 接下来是这堂壁上的章节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来物理治疗系一定要认真学习的一些科目 第一个就是想跟大家介绍大一的人体解剖学这堂课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因为这堂课的知识可以连结到很多大二大三的课程 这堂课让我们学习了很多骨头神经肌肉血管的认识 大一的话我们着重在理论跟模型的探讨 大二的话才有机会带到解剖实验室看大体老师 那实验室那个大一的模型室 基本上摆放着很多各种类的人体构造模型 平常受课的话我们就是有机会一个礼拜去模型室上课一次 但是我们得知考试期中考期末考的话都是要考模型的构造 要写出名字 所以我们基本上课堂上课之余都还是会糾团 到模型室做一些复习 那我们把基本上我以我当时候大概的估算 我们把所有模型室的课程 我们把所有模型室的模型看过一百多遍都我觉得都算不完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积极的跑模型室是 因为我们期中考期末考的考试方式不同于传统高中的直笔测验 我们有一个跑台的一个方式 它是将总共题目会有25题 会有25个模型摆放在桌子上 那我们必须在有限定的时间内 跑到指定的模型面前写出英文全名 写不完的话就真的写不完 必须听到铃声后我们就要赶紧到下一题 不然会影响到那个考试的流程顺序 那25个模型是考试的题目数目 那个学校的模型室有三五十个模型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老师到最后会出哪个模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一直非常疯狂积极去模型室里面认模型的原因 但经过这样的训练 我觉得我们都有一双透视野 看到同学举手大家都知道这支肌肉是什么地方在作用 神经血管哪些地方经过 那我额外在大体解剖的这堂课当作 发现到了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有大体老师可以看基本上都是他们家属做大体捐赠 才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学习 那也很感恩他们不会顾及传统路土为安的 家人过世传统路土为安的概念 而做出了这样子的决定 他也让我们 相信他们也知道说 这样的决定其实不是单纯的抛弃家人 而是无形中就是透过这样的捐赠 让后辈医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的比论知识 创造出很多的更多的价值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激动学的课程 激动学它是告诉我们 动作分析的这个事情对应到了很多的关节活动跟肌肉 我们用两个面向来看动作分析这个事情 如果以运动学的面向来看的话 我们会着重在动作跟时间的关系 还会额外注意的是肢体移动的距离 速度跟加速度这些面向 如果以力动学的面向来分析动作的话 我们会特别的注意 作用力的交互作用关系 以及计算出力量跟力矩的部分 那上课模式大概会从 关节类型开始说起 牵涉到动作肌肉有哪一些 动作分类的比较 最后可能会有额外的力学计算 那关于动作分类的比较 我有个例子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般单纯的举手 从身体旁边举手到耳朵边 这样180度的过程 它牵涉到的是四个关节的作用 有六个动作执行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如图上整理的 它就是属于动作分类的一个例子 那这样复杂 看似很复杂的动作 分类整理 其实它一直很重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叫做正常的动作 有了正常动作的概念 就可以有助于大三专科学习的时候 去评估异常动作异常在哪里 那问题导向学习 刚刚前面提到 它是一个很着重问题推理的一个课程 但它的上课模式 它不局限在课本上 而是所谓的教案的一个概念 它是平常上课的时候 给予同学小组分组 那一位老师会跟同学入组讨论这份教案 那教案它就是一个病人的故事 希望再透过这样的讨论 最后产生出一份极致图 老师会再 老师会再 观察出同学讨论的程度 给予评分 那 讨论的过程一直在执行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希望 透过 个案的故事 去厘清出它现有的问题有哪些 透过厘清的问题 搭配我们大二学习到的一些评估 跟评估的一些学习去评估出它的病人 病人的症状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而形成一个假设 那可能评估的结果可以去支持这个假设 或是排除这个假设 再删除跟支持 这样最后的整理下来 就会有一个确立假设的结果 再根据确立的假设的结果 给予相对应的治疗之外 我们还要特别做一份机制图去串联你的故事 提到问题跟相关的评估 结果是哪一些做支持 最后它的相对应的治疗又是什么 彼此前后因果串联 才形成所谓的一份机制图 这个逻辑训练 就会学校是希望我们可以应用在专科的学习 那我以古科物理教学专科学习的内容 来跟大家说他们前后连结在哪里 课程本身是以解剖 解剖结构开始出发 让大家学习相对应的评估步骤 最后会有专科的治疗策略做 做学习授课 那他刚刚前面提到 他跟前面的科学素养连结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评估的流程 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应用的地方 那我们考试的话 也是很考评估流程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他也是一个很像跑台的概念 一位同学会针对一个教案 去学习该有的评估 以及问题的整理 最后操作正确的治疗给老师看 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基本上 以我当时候的经验就是 我们一个学生会有一分钟读题时间 来了解异能个案的情境 那了解情境之后 我们相对应要去操作想要做的评估项目给老师看 老师在根据 我们学生在根据评估的项目 觉得跟老师讨论出像这样情境的病人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那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想要我会想要做什么评估 我会想要做什么目标设立 那如果我做这样的目标设立 我会想要带病人做什么操作 那我会带给病人想要做什么操作治疗 那操作治疗的话 还有你的目标 问题 整理的合不合理 这些面向来跟你做最后分数的给予 那这样的训练 从科学素养养成套入专科的学习 最后是希望带给我们 了解一些机能 失能基转的一个 一个养成的了解 那他也额外很重要强调就是 我们的评估治疗都要呼应到心中的假设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慈兴社跟自主学习社群的一些经验 先跟大家介绍我在慈兴社的一个分享 那慈兴社 虽然慈兴社它不是一个只有在慈兴大学的社团 它台湾的88间学校 还有全国的全球的13个国家 都会有慈兴社这个存在 参加这个社团你会发现到 那里面很多跟你年纪相仿的同学 他根本都有一颗想要改变世界的心 那透过这个服务学习的平台 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发挥这样的热忱 慈兴社主要有四个面向的服务 分别是环境保护 比如说推广输食 或是减少数字要大的使用 第二个教育面向的话 会伴与客服或是到偏乡小学做一些教育营兑 来到医疗的这个面向 我们有推广造型肝心包捐赠这个活动 还有带同学们到医院做志工 最后国际志工的服务 我们有机会到土耳其 到马来西亚或菲律宾这些国家做一些偏乡的服务 对于我而言参加慈兴社 让我很了解不同 可以了解到社会不同层面的议题 算是个多面向的一个学习的地方 但是有别于有别于在其他学校的服务社团 只有在自己当区的学习经验交流 我来到慈兴社 我发现我可以有很多与不同学校 甚至是不同国家的慈兴 他们一起做服务学习经验的交流 算是一个更不一样的地方 以我我印象深刻有一个服务的经验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大一到大二的暑假有跟着北区的慈兴营队 到嘉义大领排路国小做偏乡小学的营队 营队当时候的目标是希望补充小学生 人文科学语言课程艺术气息等面向的知识 那他是以各年级分开授课一个年级一个班的模式 而我们照片上的我跟其他伙伴 那就是负责其他低年低年级的小朋友的授课 我当时候我自己的课程是希望说 我教小朋友乐领可以间接养成他们人文素养的培育 但我发现我很难把坚深的乐理转换成可以让小一小二小朋友的小朋友可以理解这种白话文的知识 所以当时候那个课程教案的撰写就是时常让我的主员听不太懂我在上课什么东西 但好在应对有试教这个环节让我可以不断练习我课程内容的教学的模式 从中去修改我过于肩涉的地方 再尽量用更白话文的方式做叙述 最后真的如期授课的时候 小朋友真的是大概都还是有听懂七八成的内容 但从这个经验让我学习到说过去小时候觉得服务只要单纯演奏乐器就可以了 但到大学我了解到原来服务这件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它要从你的被服务者需求开始了解起 那你要根据被服务者的生活环境去调整自己的服务形式 都是要事先做很多功课才可以最后如期执行的 那这样的过程其实很难依靠一两个人力量做完成整理 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模式真的要我朋友去进行会比较可以持久 而且有时候力量一加一会是大于二的一个表现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自主学习申请跟学习的一些经验 学校总用有三个学习目标可以当作是自主学习的一个申请的目的 那以我自己的建议来看我当时候是选择专案学习的一个方式去做申请 但在这个目的申请的话要具体提出成效来跟学校回报 当时会这样做当时会这样做申请是因为实验室老师 很鼓励我们同学去挑战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 那于是我跟我的学弟妹们还有我的同学就是组了一个自主学习计划团 我们想要探讨就是脊椎鼠伤失能这个领域 因为我们得知在现在医院有一个新的附件策略就是外骨格机器人 它开始让一些原本只能做轮植的病人开始有了通过机器人的带动 开始重新学会走路做练习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透过这个计划专案去认识这个设备的运作原理 那有机会到医院学习实作 我在这个设长承担资讯通讯者负责社团的一些申请 与学校做联系 那前面有提到他必须具体定期提出 学习成效给学校 成效给学校 那我们就必须很扎实很确实的去定学习目标 那规划我们的学习课程 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个初步的学习 不过老师不太会主动带动我们去做引导 我们必须自己去规划 那前面提到他是一个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很新的一个很新的学习的事情 所以对于我们克服这样的挑战 我们基本上还是回到阅读文献这件事情 我们透过文献阅读来了解 目前这脊椎手上私人这个领域的研究趋势 与朋友跟学弟妹同有讨论出有兴趣的议题来下定入我们学习的进度 那对于我而言参加自我学习计划 让我了解到了很多目前临床 关于脊椎手上私人的一个情况 临床都怎么做复健 它有帮助我未来在实验室研究发想的一些主题发想 那对于具体我实验室做了什么研究 会在实验室的章节做分享 那来到临床实行 想跟大家讲说 临床实行对于我们物理造系的学生来说 它是一个转换学习环境的一个过程 在参加完学校的售跑典礼以后 我们算是正式告别大学的学习环境 进入到医院做新的一段学习历程 但开始医院的学习历程前 我们开始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 我们要决定你要未来在哪些实习医院做实习 那这也牵涉到了各家医院的实习实数 还有你的实数到最后 有没有符合国家考试的规则 这都是必须要做周延的思考 那当学校公布了可以去实习的医院之后 我们有两个申请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像是高中选大学那种 的个人申请的感觉 我们称为领选 我们准备了备审资料给医院 医院录取之后我们进行面试 让医院决定你到底可不可以来这边实习 那第二个面向就是我们分发的部分 分发的话是系上老师跟同学去做协调 最后产生出一个实习名单 学校再根据这个名单 发给各间实习医院 做最后的实习名单的确认 那前面提到医院实习实书的规则 它其实分的四个制度 分别是A B C D 这四个制度 A字的医院可以让你去六周实习 B字的医院可以让你去十二周实习 C字的医院可以让你有十八周实习经验 最后第一次的话大四的三百六十 大四的三百六十 大四的三百六十周的实习就是只有一间医院可以 就是只会有一间医院的一些经验 那依我的话三百六十六周 三十六周的实习 会在两间医院去做完成 那我的同学也有选择就是B字的医院三百三十六周的实习 就是在同一间医院完成 那我的话 那我的其他同学也有选择就是AB字的医院做搭配最后凑满三十六周 那前面提到考试时数的认定 国考有以上的整理规则 那它希望我们在肌骨的实习会有六周 神经的实习也有六周 呼吸小额的话这些领域合并成一个规则 希望在六周有达到六周的实习标准 那依我当时候的规划 我到最后在各面向的实习的实习就整理到左边 整理在左边 它是如果对应到右边国考的标准来看 它是算是有达标的 实习其实很辛苦 我很感恩到那时候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提友跟我一起奋斗实习每一天 那我们实习的一天大概都包含了这四个面向 我们要从技术实作的练习 定期要有病例书写报告 还要随时应对老师出的一些功课 也就是要回去Bull Reading的部分 要开始从之前学校的教科书 结录重点做书面作业啊 或是投影片报告 所以我们不免俗还是要阅读期刊 定期跟老师报告期刊的最新资讯 除了前面四个面向的实习事件要去经历以外 我们还会有很多 还会有很多与人互动之间的 很多与人互动的历程要去做经历 比如说我们评估的部分 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一开始假设的有一段 适应期练习完再去做与病人评估 以我当时候的例子 我第二天就得开始学习评估病人的 而且你在医院你时常会面对病人的家属 还会同时需要与跟病人的家属 还有病人本身做一些卫教 很多与人互动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环节开始发生 这些环节没有办法说是等你准备好才能上场 你时时刻刻就是要按在那边 接着他们给你的反应 你也要适时的做回应 所以这是一个要适时接变化曲的一个挑战 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实习深刻的小故事 我印象很深刻在小额战实习的时候 遇到一个罕见疾病的妹妹 那个妹妹只有六岁没有家人 那目前就是那时候是住在医院的一个儿童照护中心 我发现这个妹妹的功能其实还蛮弱的 她抓五个沙包投入桶子里面 竟然只有15个只投了10个进去 那我一直很好奇说 老师这个妹妹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她的功能如此的弱 那老师其实也轻轻的说一句说 她就是一个基因异常导致的罕见疾病 那连医生都不清楚是哪个基因出了问题 但我们最后就是发现她功能有异常 所以在这边做复健 这是一个故事 那我在骨科病房实习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很深刻的个案 让我很印象深刻的个案 她是一个大腿骨骨骨骨折的一个小姐 那她年纪很轻 她就是住院了一个月后 竟然膝盖还是弯不到90度 为什么膝盖弯不到90度让我很讶异 是因为解剖学告诉我们说 一个关节没有受损的话 如果你只有骨蛋骨折 骨干骨折 有骨科医师已经手术固定好 基本上你修养个五六天之后 你就可以恢复正常活动 那住院一个月基本上已经可以弯到90度 这个不为过吧 但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当时候的状况就是没办法弯到90度 就是让我很讶异的地方 那我在骨科战实习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个年纪蛮轻的一个个案 她因为搬重物的时候 时常感到腰酸 所以来看复健科 后来医生发现她有脊椎侧弯 所以就安排来物理治疗这边做复健 我当时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去评估这个病人的知识 那课本告诉我说 脊椎侧弯的知识通常是 曲线的凹侧 看一边的骨盆会比较高 曲线凹侧的肩膀会比较低 但是我实际碰病人的时候 发现肩膀 个案肩膀的姿势完全与教科书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那 从这些故事让我了解到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 其实很多病人的症状跟课本的内容搭不太上 这也是所谓的临床问题的表现 那临床问题很多很多 多到无时无刻都会发生 那很多时候就是等待有心人可以去解决它 那这个问题得以有答案 病人可以获得更大的治疗 那 这些东西 课本找不到答案 就要额外花 可能要花时间做研究啊 去做实验才可以解决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去想要读研究所能力 想要读研究所的原因就是想要去解决这些临床问题 那 这也牵涉到 我实验室 当初想插入实验室的一个出发心 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 加入实验室的一些起源跟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加入的实验室主要是 是着重在下肢的动作分析以及运动医学 还有会探讨 附建工程 附建医学工程相关的议题 在物理造职牙规划课 这堂大一的选秀课 我遇到一位老师的分享 我听到戏上杨志宏老师的分享 他到澳洲去学习 物理造哲学博士的时候 他跟我们 他发现到 其实物理造 可以走在 更前端 以台湾目前的状况 物理造 大概都是主任在 復健的这个 这个面向 就是针对受伤失能后的復健 但是 他求学的 那个 他求学的养成 到最后告诉他 其实 物理治疗可以 走在 发生失能之前 我们可以 对于预防跟健康促进 做更大的努力 但是 这背后 就会牵扯到很多的 评估 以及 运动训练 而 这些运动训练 既然都发生在 失能之前 病人的症状没有很大 你要怎么透过 你的评估 跟运动训练 去证明 你这样的介入 可以提早预防 病人 失能呢 所以就是实验 很需要吃实验证据的一个地方 而对于我来看 我 发现 实验 研究 对于我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 研究 通过我每次阅读 文献 的 感觉 让我可以更认识医学 不同面向的议题 那看到实验的 各 阅读文献 看到更多不同的实验设计 跟实验介入的探讨 也给予我很多 未来 如果真的遇到病人后 更多元的 治疗方式的启发 那 这也呼应到 老师一开始跟我们 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learning by doing 因为 这些问题没有 在课本上面 你要自己去透过文献搜寻 文献阅读 去找到答案 那这样的doing learning 这里的learning 其实也是个doing 让你从 做中 学到这个 新的概念 成为你自己 知识的养成 我对于这句话 也很有感 那 最后我就 决定在 大二的时候 加入实验室 那我加入实验室的时候 那时候实验室 在跟医院做一个合作 花莲此院在当初 刚成立脊椎储装重建中心 因为草创的关系 很需要做一些临床研究 来支持他们的 他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当时候他们 着重在于 对于 脊椎储装 病人做外骨骼 机器人搭配 脊椎电视机的一个 附件策略 所以他们 希望我们学校可以 帮他们做这相 这相关的介入成效 来进一步支持 他们的中心营运 这面向选择是对的 那所以我们实验室开始 就是针对集体属上的私能 这个面向 针对重建中心提供的 这样的策略 治疗策略组合 并用在走路训练做一些 相关的研究 那我当时候的角色 其实是帮学长做实验 那这样观察一年下来 我到大三 也开始觉得 我或许可以延伸出一些 主题做我自己的研究 依我当时候的状况 学长那时候做的就是 前面提到的 集水电视机 第一家外骨的机器人 并用在走路训练上 学长探讨 会不会对坐姿平衡有改善 而我的话 我只局限在集水电视机 但我额外搭配的是 做站的一个训练 希望 我是假设 希望这样的训练组合 可以帮助病人 做到这样的过程中 脚的重心的沉重比例 可以增加 所以我开始 做了属于自己的大三 研究计划 大三生研究计划 它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一开始你要从 主题的发想之后 老师或是我自己 开始 老师会提供一些论文 给我做参考 而我自己也 除了接收老师的论文 分享外 也要自己从资料库 开始找寻一些文献 整理出相关的议题 跟做笔记 那阅读文献除了 揭露出重点以外 另一方面的学习就是在于 未来撰写相关研究的 操作架构跟 学习写文献的 写作架构跟 我未来想要实验设计的话 可以有哪一些面向可以做参考 那 学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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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文献的环节后 真正就是记录 实验设计的发想 实验分析的发想 可能不只有一次 那透过文献 我们也透过 不断的模拟练习 发现出很多的相对应的问题 去修改这个问题之后 才正式算是个实验流程的定案 那真正实验设计的定案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进入 收集资料的环节 就是做实验的一个步骤 我们做实验的步骤 会做实验收集资料的一个环节 必须牵扯到的就是 要与医院的医师寻找病人 那医师提供病人之后 还要额外跟病人之间 联系 可以让你做实验收案的时间 所以就是这个环节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那实验实验做完资料收案之后 还要额外的花时间去做处理跟分析 那这个后面就会牵扯到 你之前阅读文献的一个成果 我们可以参考它的研究方式做 讯息的处理 那讯息的处理 有时候也会牵扯到 相关的处理软体 假如你不熟悉它的话 你就要额外花时间去学习 怎么操作这个软体 最后操作 顺序处理分析完之后 你也要做个简短的报告给老师看 那老师觉得OK没问题 我们就会进入到撰写计划书的过的环节 撰写完计划书也要到 跟老师讨论计划书的内容是否合一 经过几次讨论完之后 假如老师觉得还会有一些地方可以做补充 你就会可能额外出 延伸出新的讨论主题 进入到之前走过的循环再做一轮 这就是做一个专题 可能会有的一个流程环节 那这前面有提到 这其实都不是我们 系上课程正规的一个学习经历 都是额外的延伸学习 所以我们课程也蛮扎实蛮多的 要再做实验的话是一种额外的学习 那在如此课业繁重的前提下 额外做实验就会时常遇到很多 进度不如预期的状况 那我在实验设计的发展 发想也遇到一个挑战 就是脊椎损伤病人通常下肢的力量 脚的力量都很弱 那让他们从坐站起来的话 就会很需要有东西去保护他 或是给他支持 这样才不会跌倒 那对于这样的实验设计 到底要怎么安全的 让病人做完做到站这个过程 又可以不会保护他 又可以让他不会跌倒呢 好在老师有一个工程师朋友 他是专门做那个设备创新设计的 他听到我的实验需求之后 他就客制化的做一个辅助站立架给我使用 让我顺利完成了实验收案的一个部分 经过这样的实验的执行过程 基本上我有一些学术 学术那个实验设计的收获啊 阅读文献的收获啊 写作的收获 以及逻辑推理沟通表达的部分都有所收获 但我觉得额外还有一项收获很重要 对我而言 我喜欢一个美食YouTuber Fred 那从Fred的影片当中我时常可以看到 他可以很detail的跟我们说 每一个食材的料理 或是每个调味料的使用背后的原因跟影响力是什么 我觉得研究也可以带给我这样的能力 我透过执行过一个研究 让我有更多元的选择 可以让我知道我可以怎么额外的应用 那达到设计出客制化的治疗模式给病人 那最后实验还是有完成 是有完成的做出一个成果 除了投去给科技部的当然研究计划之外 我也带了这份成果 参加的ISBJSB2023年的学术年会 来到日本跟外国人做交流 我发现在参加联会的过程 外国人其实还蛮感兴趣我的主题跟我的实验成果 但有碍于英文 是我碍于语言上的障碍 我发现我很难用英文跟他们沟通我的实验内容 所以我觉得我这项英文的口语表能力有待加强 来到大学 前面都提到的是大学实验室的过程 但我现在已经进入硕士了 我硕士未来的主题是希望 会主动在老人防蝶的这个议题 实验室其实有学长他是做3D列印的一个部分 那老师也希望说我可以针对这个实验室的条件下去探讨说 3D列印出来的训练器对于老人平衡能力的影响力到底有哪一些 这是我后续可能论文的写作方向 那整体来看大学的学习历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创造自己价值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我也深刻体验到一份专业能力的培养 背后要付出相对的努力 专业知识专业的这个面向包含着可能 知识理论学习技术操作的养成 那可能我们学校额外会有科学人文的素养的培育 最后还要限制到实习的实习跟国家考试的考验 这样才可以四个环节做完才可以圆满一个专业能力的养成 那相当不容易 对我而言我是一个从嘉义到花莲读书的小孩 必须就是离乡学习 而且这样的离开也不是说随时都可以回家 有时候不免书还是会有一些想家的一个情绪在 而且我觉得在这边读书很扎实很相对也是压力蛮大的 感觉就像读一次高中 我跟我身旁的同届的朋友在聊 发现我的课表时长比他的课表还要蛮很多 可能会有一天连续八堂课的情况 那这样的条件下我开始必须学习怎么规划读书 规划社团吃饭修炼活动这些时间 让我有在可以同段时间内完全很多面向的事情 我也是我在这样操作 在这样的时间规划 像其实我就是抱持了一个大学生活不想留白的一个精神 因为毕竟你已经来到来到花莲 从离乡离乡那么远到花莲求选 如果你让大学生活白来浪费的话就太可惜了 而且我发现到参加课外活动不是浪费时间 因为可能会从课外活动当中发现到自己可以更努力学习的目标 这就会回到我 这会成为我读书的动力 来到更努力的学习科业的知识 那前面提到的我在大学期间也深刻感觉到做服务 其实不是单纯的一个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它是要透过一些那个透过要做一些功课才可以更有智慧的做服务 而且它也让我了解到说 有伙伴跟你做服务 真的是个事半功倍的一个结果 那很感恩在这一路上都有不少贵人 包括我实验室的老师 以及我身旁的朋友 陪伴我走来到现在 那指点 我觉得他们的陪伴 除了有时候指点迷津以外 它也让我有一些不同 不同选择考量的一个启发 所以非常感恩他们的一个陪伴这样子 那学习到最后 学会了我算是有一个基础的专业能力 那我也开始有一些 回应到我当时想做人的初衷做一些回馈 像是我妹妹 最近就是可能在运动的过程 膝盖都会不舒服 我也趁机 在每次回家的时候 帮她做一些徒手治疗 也做一些卫教 希望她在未来运动可以更顺利 那我也有知道说朋友的家人 最近中风后 在医院住院 她也额外跟我讨论着未来家人 如果出院或是在医院住院的期间 可以做哪些附件 我也很有心的跟她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那对于选科系来说 我觉得不一定要读物语这套系 我觉得学弟妹未来选科系的话 要很重视自己的感受 去理心相对应的科系有哪一些 这样读书的话才会有效率 才可以有读得久 那我的故事想要带给大家更认识物语这套系 让大家可以对于物语这套师这个专业 更深入的了解 进一步选择未来你要不要读物语这套系 那假如真的学弟妹未来决定要读物语这套系的话 我觉得我建议你们要看待每一份考试认真读书 因为如果来到实际大学读物语这套系 你忽视了每一个考试的话 有机会就会是被当掉的结果 这样就可能要额外花一年的时间重补修 影响到你大学毕业的时间点 那繁忙的课业模式下 希望也是预留一些娱乐时间给自己 不然大学的时候就很多时候都在读书 读到最后大学四年过去了 你可能回想起大学到底有什么额外的课外活动 就可能都没有了 所以预留娱乐时间给自己很重要 那读书社团感情这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挫折 那也鼓励学弟妹不要害怕挫折 因为如果你额外熬过了这个 熬过了这个失败的经验 你就会让自己更完整 未来遇到相关的活动 你就相干的相关的历程 你可能就会一次过关 那就更顺利的可以学到更多的事情 那在念一诗大学我绝对不会在花莲读书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机车 那我也不会说我也会积极的参加运动防务社来增加自己体育厂房的一些技能 那我也会额外花时间 我也希望我可以未来花时间在精进口说能力的 英文口说能力的部分做一些课程的培养 那我想跟我自己 我想跟我高三的自己说 谢谢你当初选择物理治疗学系 没有说到护理系就读 那很感恩我爸妈也当时候很支持我读物理治疗 那我想跟我五年后的自己说 不要忘记你当初想要住人的那一面心 也不要忘记老师一直提的能力摆堆你这个概念 那很感恩白金格英门的林经理他的这一句话 人生的定位跟努力是一样重要的 接下来的投影片是我前面图片的来源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搜寻这相关的连结 达到你去找到这张图片这样子 很感恩大家聆听我的讲座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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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